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 脱欧派以一百多案票的优势小胜 首相卡梅伦请辞 这场脱欧风暴将会引发怎样的骨牌效应 有英国学者警告称 脱欧公投可能会让英国也陷入分崩离析 苏格兰北爱尔兰将因此提出独立公投 这样的结果在脱欧派的预料之中吗 时事评论员刘华宋小军 为您全面解析 顶着施政满月各种痛批的满头包 蔡英文今天开始了代号英翔项目的岛外活动行程 巧合的是 蔡英文乘坐专机所属的华航公司 其空服人员因劳资纠纷于24号凌晨开始罢工 76个航班停飞 只有蔡英文的专机例外 有人批评说 岛内事务一团乱还搞什么外事活动 蔡英文此行就为何标榜踏实和低调 台湾时事评论员江明钦蔡正元有独家观察 国民党籍民代江启臣23号在质询时表示 民进党眼下在搞所谓的转型正义 其实台所谓退府会也应该为退伍老兵启动转型正义 这番喊话倒出了台湾退伍老兵所面临的哪些困境 另外有专家表示 所谓台独的主力军可能是日本人 或者是由日本在背后资助 这又牵涉到怎样的背景和内幕 台湾时事评论员江明钦蔡正元为您深入解读 的东南卫视海险新战线 我给爱科主在福州向各位问好 节目开始 我们首先进入今日周报环境 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 于北京时间6月24号下午2点正式出炉 虽然统计过程中 刘欧派一度略战上风 但是最终的结果显示 支持脱欧的票数比例为51.9% 以微弱优势战胜了刘欧票数 英国首相凯梅伦随后举行新闻发布会 并宣布将在今年10月的保守党会议开始之后辞职 截至英国当地时间24号早上7点 全英382个计票点的计票工作已全部结束 据最终结果显示 有1741万0742票选择脱欧 占总投票人数的51.9% 1614万1241票选择刘欧 占总投票人数的48.1% 脱欧阵营以微弱优势 获得此次公投胜利 受此影响 英镑当天陷入严重震荡 英镑对美元汇率已跌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准 从时也创造了30年来最大单日跌幅 最后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前发表讲话 宣布将在今年10月份保守党秋季年会上辞去首相职务 A negotiation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will need to begin under a new prime minister And I think it's right that this new prime minister takes the decision about when to trigger article 50 and start the formal and legal process of leaving the EU I will attend the European council next week to explain the decision the British people have taken and my own decision 哈梅伦还表示 英国公民已经投票选择离开欧盟 他们的意志需要被尊重 对于英国人来说 目前民众和社会呢 还是很平和和安静的 只是人们饭后茶余的话题 今天可能都少不了脱欧的话题 那么有人欢喜 也有人失望 目前大家最关心的是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那欧盟对此会做出如何的反应 还有卡梅伦宣布10月份辞职 那么英国的大选是否会提前进行 还有就是苏格兰会不会再次被允许公投而脱离英国 所以说大家目前来说都是很盲目 然后不知道过后会发生什么 但整体还是很平和 随着英国脱欧成为定局 相关效应开始显现 苏格兰首席部长民族党领袖尼古拉斯特金日前就表示 如果英国投票决定退出欧盟 那么他将举行一次新的公投 来决定苏格兰是否退出英国 一旦退出 苏格兰将以独立国家的身份重新加入欧盟 爱尔兰新分党也表示 他们将会就被爱尔兰独立 爱尔兰统一举行新的投票 荷兰自由党领导人海尔茨维尔德在社交媒体发布文章 呼吁荷兰民众也就是否脱欧进行公投 除了有样学样外 国际社会的反应显示了其各自的立场 德国副总理西格马加里布埃尔入满地表示 见鬼这是欧洲糟糕的一天 德国外贸协会主席安东伯纳尔表示 对英国欧盟以及德国而言 这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 特别是对德国的经济 法国驻美国大使热拉尔阿罗称 如今对于其他声明挽救欧盟 以免其分裂的成员来说 要么改革要么死亡 美国媒体指出 尽管奥巴马四月份访问英国的时候 曾敦促英国应继续留在欧盟 但这并未奏效 这一公投结果 也将让美英之间特殊关系 面临新压力 而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网 6月24号的报道 前任美国驻俄大使迈克尔·拜克福尔 在社交网络中写道 英国托欧帕赢得公投 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胜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中方注意到了英欧关系公投的结果 尊重英国人民的选择 中方以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和发展中英和中欧关系 支持欧洲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我们希望英欧通过相关谈判 早日达成协议 一个繁荣与稳定的欧洲 符合各方的利益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的时事评论员 宋小军先生以及刘华先生 那首先请教宋小军先生 对于这样的一个公投结果 您觉得意外吗 您觉得最终是什么力量决定了这个结果呢 我觉得这个结果呢 确实是非常的意外 因为我们知道前一天明教还在说 有11%的人是没有确定 那么那个时候呢 刘欧派还偏多一点点 或者说双方是交替上升的 那么这11%的人最后可以说是一大半投了这个脱欧 那么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 国际的世界经济形势走低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一个新的这个机会 让世界经济走出这样的一个困境 那么英国人呢 中间这部分摇摆票 做了一个自己相对理性的评估 最后投下去之后 使得天平倒向了脱欧 那么英国政局将因此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次呢 卡梅伦已经宣布自己将辞职 然后由新的这个首相带领英国呢 和欧洲谈落实剩下的这个具体脱欧的程序 那么卡梅伦之前之所以 愿意承诺举行脱欧的公投呢 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他认为这个脱欧公投不可能通过 那么他认为呢 可以用脱欧公投一方面在国内争取一些支持脱欧派的这个民众的选票 另一方面呢可以向欧盟讹诈 或者说是敲诈一些有利于英国的这种贸易啊 或者是财政行的条件 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这次网友得过 那么导致呢 最后局面不可收拾 所以为了承担这个责任呢 他是必须要自己职务的 他留在这个位置上恐怕也很难浮动 所以接下来其实就是看英国内政的后续的发展 英国退出欧盟其实可能会导致他国内的右翼势力的抬头 特别是有一些反对移民 反对全球化 那么相对保守的右翼的政党 或者是团体 有可能在国内政治生活里面的这种重要性和他的这个地位会上升 那么他有可能会造成英国国内政治社会的进一步分裂 这个就是不管是苏格兰和卫尔市 是否留在英国内部 那么他自己的这种政治社会的这个分裂和对定的 都有可能使英国国内的这个整个的状态 或者说社会局面呢 进一步的趋向于动荡和不稳定 那么这个对英国国内的影响会是一个长期的 而不是短期的两三年三五年的问题 之前就有英国学者警告说 脱欧公投会引爆地狱之争 苏格兰和北二兰也会提起独立公投 英国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离心力 那么好了 现在结果出来了 英国会因此分崩离析吗 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能够断定 如果英国脱欧了之后 那么其他的一些国家 苏格兰啊什么这些国家要 爱尔兰啊 他们最后来离开英国独立 当然这种独立的倾向 我们知道原来也有 也进行过公投 最后仍然是留在了英国内部 但是现在英国已经身份发生了变化 他已经不是欧盟的这个成员国了 那么苏格兰也好 这个爱尔兰也好 他们是不是能够享受进入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可能就要门槛就更高了 有很多的相对来讲 我们说有很多的障碍 这样的话 他们也在评估这样的一个成本 就是说如果独立的这个收益更大一些 而仍然留在英国 那么这个收益更低 这样的话 我觉得他们也会展开一系列的讨论 这个通过政党的形式 通过这个社团的形式来进行一系列的辩论 最后才能做出决定 此前就评论说了 其实这场公投更像是一场英国对抗欧盟的讨价还价 那现在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双方要如何处理这个分家的手续和过程 因为之前呢 英国实际上并没有认对在脱欧公投这件事情 很多人认为脱欧公投只是走一个过程 并不会真的速度实施 所以具体英国脱欧的很多事物性的这种程序呢 可能现在才会有人去认真研究 但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说 虽然英国保留了英镑没有加入欧元区 但是他在汇率在财政 就是货币的一系列的政策上 他和欧元区呢 和欧盟呢 是有一个基本的协调 有一个一致的 那么如果他脱离了欧盟呢 他是可以就是采用自己的这个货币政策 比如说他可以多印钱 但是这个需要一个过程 他需要首先经过和欧元区和欧盟这个分手的这个程序 他才能自己自行歧视 再比如像一些这个重大的全球性的这个问题 像气候变化问题啊等等等等 英国都是站在这个欧盟里面 去参与这种全球之旅的 那么现在他需要从里面退出来 然后英国也有自己的这个政策 还有就是英国在一些重大的这个外交 还有地区安全的这个议题上呢 之前也是作为西方小伙伴的一个成员来参与的 而现在他也必须要脱离整个这个过程 所以这个里面英国脱欧的这些具体的事务程序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和欧盟之间这种千丝万里的这个联系 现在要一刀一刀切开 那么这个对英国和欧盟来说 对双方来说应该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其实在选前就有法国媒体说了 英国脱欧公投可能会导致骨牌效应 那英国媒体说无论英国脱欧与否 欧洲格局都将改变 萨克奇说欧盟都应重组 那当然又评论说了英国去留难改欧洲一体化方向 那么能不能也帮我们预测一下 下一步欧盟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英国不仅是安理会常人理事国 而且英国的这个遍布全球的金融网络 以及它的人脉关系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英联邦的这些关系 那么一旦这些所谓的优势都从欧盟这个里边剥离出来之后 欧盟可能就会变成了一个更加区域化的组织 它的实力就会大大下降 我们特别说的是一种软实力这个下降 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英国脱离之后 使得德国也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因为英国毕竟是一个推动这个市场一体化的 自由化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力量 而这个是符合德国利益的 相反有一些留在欧盟的所谓的比较懒的一些国家 是光吃不干的这些国家呢 就会占更大的上风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原来在欧盟内部认为 出力多 但是得到少的一些国家 可能就会产生连锁反应 最后就纷纷效仿英国离开欧盟 而德国一部分 我们知道德国也有一部分人 是不愿意去背这些欧洲的 欧盟内部的穷国的 那么这就会产生一个连锁的反应 所以欧盟的前途呢 我们说是有点堪忧 这次英国脱离欧盟呢 如果最终落实 那么它会是上百年以来的国际关系史里面 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那么它与之相仿的这种事件呢 大概会是像类似于二战爆发 类似于冷战结束或者911事件 这样的重战级的事件 那么从未来 如果我们回头再看世界史的发展的话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英伦三岛退出欧盟 还在于欧盟 这个特别重大的这个 现在的国际的一个 国际社会的主要这个角色呢 它可能就就此停止过去几十年的一个 扩张或者说扩充的这样一个过程 转而进入一个衰退期 甚至是一个解体期 那么英国的退出呢 可能会启动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导致类似于像荷兰等等小国 甚至像法国那样的大国退出欧盟 那么如果出现这种级念呢 那么欧盟就会变成一个历史名词 即使到时候还保留一个 可能会有十几个国家 这样的这个规模呢 在新的 在这个之后的欧盟里面 但是那个欧盟和今天那个欧盟 已经不再是同一个 就是名义上相同 实质上已经完全不一样 而它的这个全球意义呢 可能比英国本身的英文三岛的面积更大 比如说英国退出之后 那么欧元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下跌 如果是这个整个的欧元区将来再出现新的退出 比如说像法国退出去 重新会复法郎 那么这些局面可能会导致欧元退出国际货币的这个重要决策领域 那么现在的以美元欧元日元和人民币为主的这种国际货币的格局呢 就会变成新的这个出现新的这个局面 欧元可能会就此退出 那么这个带来的全球的这个影响可能会更大 再比如像如果这个欧盟衰落 那么欧洲大陆和俄罗斯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现在是平衡的 将来是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这个也很难讲 所以英国退出我们这件事情它的影响呢 因为这件事情来得很快 之前大家并没有认真的对待 而现在它真的退出之后 我们会发现很多非常重大的影响 也许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英国脱欧这件事情可能现在带过来的只是这个乌云的一角 真正的暴风雨有可能是在后边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 顶着市政满月各种痛批的满头包 蔡英文今天开始了代号 英详项目的岛外活动行程 巧合的是 蔡英文乘坐专机所属的华航公司 其库博人员因老资纠纷 与24号云城开始罢工 76个航班停飞 只有蔡英文的专机例外 有人批评说 岛内事务一团乱 还搞什么外事活动 蔡英文此行又为什么会标榜踏实和低调 台湾时事评论员江明清 蔡正远又读下分查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湾新闻 顶着市政满月遭各种痛批的满头包 蔡英文今天开始了代号 英详项目的岛外活动行程 巧合的是 蔡英文乘坐专机所属的华航公司 其空服员因劳资纠纷 24号凌晨开始罢工 虽然华航称 蔡英文的专机不会受到罢工影响 但是有人认为 这预示着蔡英文此行将出师不利 对于尚未明确承认 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此次岛外活动 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效 岛内舆论并不看好 华航空姐手里端着饮料 轻声细语问候旅客 就算其他同事全在罢工 蔡英文专机上的空服员 却得照常上班提供服务 所有飞机停飞 不过唯独一般飞机例外 就是我现在站在的这架飞机上 要来执行音响专的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机上的空服员呢 非常认真的在执行他们的勤务 据台湾媒体报道 蔡英文二十四号开始展开为期九天八夜的音响项目 到中南美洲的巴拿马和巴拉圭活动 同时所谓过境美国 迈阿密和洛杉矶 在登机前 蔡英文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讲话 用他事来定义此次岛外活动 据报道 在巴拿马活动期间 蔡英文将与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夫人 吉尔拜登同台 蔡英文办公室表示 蔡英文会把握机会 与吉尔拜登所谓自然互动 蔡英文幕僚对于此行非常低调 整个行程期间并没有安排记者会 仅仅是在行程尾声时 有安排和随团媒体查序 就在蔡英文方面紧张准备守航之行时 台湾岛内航空史上第一起罢工 二十三号深夜展开 以华航空服员为主的 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 昨晚六点无预警发动罢工 自今日凌晨零时起 近千名空服员响应 华航被迫宣布 今起到晚上十点 桃园松山共计有76个航班 全部停飞 约有两万个旅客受到影响 而蔡英文二十四号早上九点 搭乘的就是华航的波音777专机 让各位处在这样两难的处境 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 如果不是人无可能 没有一个空服员会走下罢工 蔡英文办公室二十三号表示 尊重劳工决定 有关蔡英文出访 会要求华航在维护劳工权益原则下 妥为调度 华航二十三号晚强调 二十四号出发之蔡英文专机 以确认空服员调度正常 将不会受到影响 有台北市民表示 华航罢工是台湾当前 整体社会的一个缩影 蔡英文出行时 早已罢工并不光彩 台湾内部乱作一团 还搞什么外事活动 相关话题我们来联系台北影博士 贺南时间交给你 好的客主 今天来到我们论到台北板块的两位来宾 分别是中国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 蔡先生 蔡先生你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还有我们实践大学江明清教授 教授你好 贺南好 我的朋友大家好 蔡英文上任后首次岛外活动 今天上午蔡英文在登基之前 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讲话 用踏实这两个字来做定 我们想请教一下教授 如何来看待踏实这个定义 当然这是蔡英文自己用的用语 他踏实后面还加两个字 就是互惠 他希望他这一次出去见到 过去跟老朋友们 能够巩固所谓彼此的交情 将来在国际空间上面 能够争取更多有可能空间 但是所谓的踏实业者 我倒认为这是言过其实 台湾之所以在国际空间 有若干的限制 不就是因为两岸关系的 一直处于僵局吗 如果蔡英文真的踏实的话 他不会应该舍尽求远 你只要转个面向 两岸关系举而公式搞定了 台湾未来国际空间 会更加宽广 所以我说他名为 名为踏实基本上是误区 名为互惠基本上只是喊话 对于两岸关系 他希望现在处于冰冻期 他能够做一点移转交点的作用 但是我觉得所谓的互惠也好 踏实也好 基本上不外乎我给他的四个字评语 舍尽求远 好那么其实每一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岛外活动 都会被拿来和前几任做一次比较 那么蔡英文这一次是九天八夜 刚刚也提到代号叫音响 媒体也注意到 这个行程期间其实是并未安排一些记者会 仅仅是在说行程最尾声的时候 安排和随团的媒体来做查续 有舆论就认为说 蔡英文这一次是选择一种比较低调的方式 我们想请问一下蔡先生是这样吗 那蔡英文一方面他不善于用这个 类似的这种标题性的语言 那第二个方面呢 他其实心里面是胆战心惊的 因为他不晓得他这一次出去 那么到了巴妈妈回来的以后 会不会因为最近两岸关系的一个比较紧张 以及这个所谓的外交之间的竞逐很明显的 两岸之间的外交修兵已经开始有所变化了 会不会因此呢 巴拿马立刻转向 这个跟这个台湾断绝一切的一些正式的关系 然后转的跟这个北京建立一个正常的外交关系 如果这样子的话 他在过程里面讲的任何稍微比较猖狂的语言 或标题式的语言 一定会被挂在他身上的时候 就是因为你在讲这些话讲错了 所以伤害到两岸关系 因此巴拿马的外交呢 才因此而终止 所以他怕被人家怪罪 所以他这个时候能够采取的 当然就是很局限的 只要在镜头曝光 那其他呢 一切低调 以免到时候惹祸上身 就是在这一次包括吕秀莲 最近也有一个观察 就是说在他看来 恐怕岛内民众对于蔡英文 这一次的事外活动 不能有太大的这种乐观的情绪 我们想请教一下教授您的观察 政治就是这么一回事 攘外一定要安内 攘的攘 不是提手旁 是嚷嚷的攘 你在外面 当然外面讲话的话 岛内要先安定 岛内现在安定吗 没有安定 这一次他希望透过外销 外销能够转内销的方式 出口转外销内销的方式 能够凑造成了声望 那他这次说 他会跟美国副总统夫人 有可能自然互动 这其实是老狗玩不会心把戏 那跟他副总统夫人 见面自然互动又如何呢 我还是那句话 又何必舍尽求援呢 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跟对台湾最友善的政治力量 政治实体就在台湾的旁边 有血缘的关系 有民族的情感 你要进行这一块 你可以有政治立场 但广大台湾民众的福祉 可不要忽略 所以你看蔡英文 这一次做这样的方式 我认为攘外 如果要透过所谓的 涉外事务的成就 回过头来 能够提高他的岛内声望 我认为不可能 我刚刚讲过 第一个 攘外一定要先安内 如果台湾内部仍然纷扰不休 蔡英文这一趟是白跑了 那其实蔡先生 我们会知道说 在过去的时候 蔡英文一向都是抨击 比如说马英九的时候 他是抨击马英九 所谓一个外交修兵 是叫做外交修客 那现在轮到他自己 开始来尝试这些外事活动的时候 那对于他这一次的活动 您有什么样的评价 那以前他讲马英九说 马英九的所谓的活路外交 外交修兵 是外交修客 但是蔡英文一上台 所采取的一连专的策略 所造成的结果 不只是外交修客 根本就是外交窒息 因为他们目前可以说是 民进党很猖狂 他现在觉得他是 这个立法院第一大党了 他第一大党就很蛮横 根本不听你的 也不早一届的时候 也别恒平观点 就像大陆上喜欢讲 要有礼有利有节 他不要这样胡搞瞎搞 那明年当然累积越多了 所以我是觉得 他想要把过去骂马英九的话 叫别人不要用这骂他 我们也不客气 要回他一句 蔡英文你现在所做的 不只是要台湾的外交修客 窒息 也要让内政修客 内政窒息 这是他目前的处境 蔡先生您刚刚有提到 民怨这两个字 那我们会注意到 蔡英文当局现在上任一个月了 那过去的话 是有相对高的民意 但是现在民怨好像越来越多 至于这个局面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现在民怨 刚刚海浪刚起来而已 就像前段时间 台北市长柯文哲一样 民怨刚他不满的时候 他还很嚣张 什么一日双城 一日双塔 就是从台北的这个什么 基隆那边的那个富贵塔 要骑到鹅兰皮灯塔 表示他很猛 结果他骑回来以后 名望不但没有升高 老百姓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是在作秀给大家看 还是要帮我们市民来做事 蔡英文一样 人家就问他一个问题 你到巴拿马是为你个人作秀 还是都要帮老百姓做事 老百姓每天有那么多的纷纷老老 你说要解决问题 你解决了没有 你也没有解决问题 你不但没有解决问题 还不断的制造问题 你不断的制造问题 还把问题丢给别人 那你这样老百姓看在眼里面 那一个不满的海浪会一波一波一波 那到最后会跟像台北市长柯文哲一样 海浪推开了这个堤防 溃堤了以后 那就不可收拾了 其实台湾岛内确实也有一些状况 台湾华航公司空服人员24号 凌晨零点启动的这样一场千人大罢工 被称为台湾航空史上第一次罢工 受到这次事件的影响 到今天晚间10点 台湾桃园和松山机场 共计有76个航班全部停飞 大约有2万名旅客受到了影响 眼看劳资纠纷越演越烈 台湾华航公司新任董事长 何暖轩今天一上任就亲上火线阴影 我们来看东南卫视记者林芝 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中华航公的新任董事长何暖轩 在今天第一天上任就受到了震撼教育 那么他的第一个行程 就是前往了看一现场 与罢工的空服员们进行面对面的接触 那么他在现场也表示说 将会取消在淘机报道的机制来释出战役 有一下不需要的说到台湾 就是说 不到人一点 在收到报道 没有问题 告他 还有右下 右下之间都有强性的 没有结果 华航空服员罢工延烧 新任华航董事长赵火线 力劝罢工空服员回到工作岗位 并首先承诺同意空服员回松山机场报道 喊话后召开记者会面对媒体表示 空服员要求回松山报道 马上前自生效 也会在今天下午四点开始 就工会提出的包括工时计算方式等 另六项诉求展开协商 我对于处理这六项是很有信心 我想我应该是说 我能照顾的我会做到 我也会顾及到我同人的休息 他的健康 他的生活 这些都是我担任大家长们我要做的事情 台湾华航实施空服人员六月起 在桃园报道新制 引爆华航与员工多年劳资争议 华航空服员认为 公司实施从松山机场改到桃园机场报道后 虽对外指出工作条件不变 实际上却严重压缩工时 影响休时 劳资双方先经两次协商 后由桃园市府介入调检后仍破局 公会二十一号举行罢工投开票 九成九会员支持罢工 也是台湾空服员首次取得罢工权 因应空服员罢工 华航宣布 今年从上午六点到晚间十点 从桃园松山出发航班全面停飞 冲击约两万名旅客 台南跟高雄则维持正常 其中因罢工事件的影响 今天两岸航班共计十五个航班喊停 影响约六千多名旅客 从今天凌晨开始的这场抗议呢 经过了一天的酷暑以及暴雨的洗礼 但是依然没有停止的意思 那么台湾华航此前呢 是停止了从早上六点到晚间十点的班机 那么大家都希望说 这次的劳工以及华文方面的协商 能够在晚间十点前得出一个初步的结果 因为这样的不仅要保证劳工的权益 更要保障广大乘客的权益 段达物市记者林芝台北报道 自称公民记者的所谓台独支持者红素猪 日前辱骂台湾老兵事件 虽然在台湾社会的踏伐声中告一段落 但是国民党及明代江启臣 23号在台立法机构 质询台所谓退辅会主委李翔骤时指出 不少时下年轻人对于台湾老兵的印象 其实都不太正面 而台所谓退辅会也应该启动转型正义 加强宣扬台湾老兵对于台湾的贡献 改变形象 国民党明代江启臣23号在台立法机构 质询台所谓退辅会主委李翔骤时指出 红素猪辱骂台湾老兵事件 受辱的台湾老兵一共有5人 台湾类似的案件有多少 而台所谓退辅会又做了什么 是否给他们提供法律援助 我们有咨询过这两位农民这个贝贝 那么他们认为说他们采取原谅 希望能够换来社会的和谐 这两位是他们有当面回答你说 他们不需要这方面的协讯吗 是的 那其他的我刚刚提到的 类似的其他的有没有 同样的其他的三位我们都探视过 那么同样的他们也表达 希望能够让社会回归稳定和和谐 那所以说我们是站在一个慰问 同时呢我们做补助的措施是 第一个我们对于农民之家 受到影响的这些老农民们 我们是用这个探访 跟大家集体座谈的方式 江启辰还指出 十下年轻人对台湾老兵的事迹缺乏记忆 加上一些刻意操作的力量 让社会对立对台湾老兵的负面影响加深 现在民进党要推转型正义 台所谓退辅会也应该启动转型正义 加强宣扬台湾老兵对台湾的贡献 改变形象 现在执政党要推转型正义啊 昨天在隔壁间也强行通过了啊 出审也过了啊 那这一块 您这样可以提转型正义啊 对不对 对于这些过去荣民的付出 就现在可能得到了这种相反的对待 你要提出什么样子的做法出来 非常同意委员这样的一个看法 当然我们会去全力配合 尽快的把荣民的事迹 我们用行销的方式让全民认识 李强舟回应表示 台所谓退辅会正在规划 将台湾老兵的事迹 与对台湾的贡献给投射出来 希望建立制度 让现役军人能传承 对于李强舟的回答 江启臣则表示 台所谓退辅会的关心都太表面了 必须深入了解这些问题 借着绿营大肆炒作转型正义的档口 蓝英明代提出要退辅会方面 为老兵启动转型正义 我们想请教一下蔡先生 对于蓝英明代的这个举动 这个动作 您有什么样的说法 基本上在台湾的话 很多的老农民 在他的青春岁月 都为台湾的安全跟台湾的建设 岛内的各种事物 都奉献他的一切 甚至于说 还牺牲他自己结婚的机会 到了老了以后 那么既没有老婆也没有儿女 很多这样的老农民 那这一代的人 过去一段时间 都被民进党给污名化 那污名化的理由就是说 你年纪那么大了 那你还要拿什么农民的 一些待遇等等 不要忘记 那是非常微薄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 一个很令人觉得说 是个时代上的一个 对他们不公平的 可是民进党在谈这个转型正义 完全是针对老蒋来 完全是针对国民党来 其实目的其实有一个 他的目的是什么 要摧毁台湾所有具有中国象征的东西 所以他们要去塑造一个形象 就是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他塑造形象说 过去从大陆来的 所有的人事物都是丑陋的 都是有罪恶的 他不断的在塑造这些东西 所以有一些连老农民的第二代 思想也因此产生的偏差 那这个倾向都是民进党一路在操纵 所以到今天 今天有所谓的蓝领民意代表 要求的退府会 你应该帮这些争取公道 那个退府会是谁任命的 蔡英文任命的 他怎么可能去帮你讨公道呢 他顶多说要安抚个两句 事实上 根本就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其实在发生红素猪事件以后 台湾的退伍老兵 就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 其实他们当中也确实有不少人 因为历史的因素过得不那么尽如人意 我们想请教一下 教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在整个多元发生管道的台湾里面 然后农民 第一个方面这些农民们 我们称为农民就退伍老兵了 没有人帮他们讲话 如果最近不是因为红素猪的事件 已经有人遗忘他们了 他们真的是一群被遗忘在台湾岛上的一群 曾经对台湾有贡献的人 这点点滴滴在台湾的土地上 台湾所有的建设上面 经济上都看得到他们 这应该是被纪念的 如果说民进党对于 所谓的这个郑南荣 为了争取自由而自焚 把它当作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指标的话 那这群老农民退伍老兵 对台湾所的牺牲奉献 他们用这么多的生命 青春所累积所积累下来 现在台湾今天的经济 大家所享有的 难道不应该被纪念更多吗 不过政治就是这样子 当民党帮他们做发生管道的时候 慢慢他们就被遗忘了 我觉得是整个历史对不起这群农民 国民党对不起他们 民党更对不起他们 我们也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鉴于岛内所谓台独和去中国化的风波不断 最近有专家表示 实际上所谓台独理论和实践的种子 早在1945年及其之前 就被日本刻意的种下 秉持所谓台独理念的一些台湾人 实际并非中国人 而是1945年日本败退时奉命留在台湾四基 东山再起的日本人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信息资料市主任冯月 在环球时报发文称 1895年至1945年间 50年的侵略殖民统治 在台湾培养了一批亲日分子 这些亲日分子 及其后代至今仍在台湾发挥着巨大影响 1945年抗战胜利 并不意味着日本对台占领的彻底结束 台湾早就有学者指出 1945年日本投降时 日本政府让数万户在台湾的日本家庭更改户籍 改为中国姓氏 并留在台湾 根据台湾史料记载 日本在正规军撤离台湾后 派遣许多地下工作者如浪人策动所谓台独 利用亲日的台湾人为工具 企图扶植一个亲日政权 而且由于这些日本人及黄民化家庭 在日据时期 无论从政治和经济地位上 都处于优势地位 抗战胜利后 留在台湾的他们 在社会中发挥的影响力 依旧大于普通人家 所谓本省人与外省人利益冲突的问题 不过是所谓台独产生的表面现象 其根本的问题在于 留在台湾的日本人刻意制造了这种现象 以掩盖所谓台独理论和实践的真正根源 专家还提到 从目前情势看 仍秉持所谓台独理念的民进党 有可能施政八年 八年能够影响又一代的中小学生 八年之后 所谓台独理念将可能蛊惑更多人 对中华民族统一大业 设置更大障碍 日本的台湾问题专家 刚填充也认为 日本存在支持所谓台独的势力 美日安保的深化 也让台湾的地位升级 不排除支持所谓台独的 日本部分保守势力 会拿台湾这位棋子 对中国大陆做出挑战 对于台独这个问题 舆论其实一直都在关注 那么现在有学者又提出 认为说台独势力的主力军 可能是日本人 或者是由日本在背后资助的 那就这个部分 我们来请教一下江教授 如果从国际势力来看的话 台湾独立对谁最有能够获利 美国是其中之一 日本让它获利更大 长久以来台湾都是这样 从欧洲 从美国 甚至从大陆赚了右手赚了这个贸易的钱 左手就给日本 那日本过去曾经在台湾 统治过将近五十年之久 他深知到台湾人个性善良 聪明好用 所以如果台湾能够继续独立的话 对他们来讲 在国际势力上面 一方面在整个岛链理论上面 他可以找到自己 很重要的出海口 那么二方面也可以挟着台湾这个地方 那么一起来对抗所谓的中国的势力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说日文人这个势力 他背后支柱有所谓的台独的话 我觉得台湾人到底要想清楚 台湾走什么路 哪一条路才对自己的后代指令最有帮助 对历史对自己的指令有帮助 而不要人云亦云 要有正确的判断 唯有如此才会让自己 将来走历史这条路呢 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走得更稳 鲜稳 才能够致远 其实我们在上一节的时候 蔡先生有提到一个词 就是要说去中国话 其实上一段话一直也都被提到 那现在的话我们会注意到几件事情 就比如说比较近的 就是之前台军方 两艘新要购买的军舰 结果本来是要命名成为一个是叫名传冯甲 那是纪念过去跟台湾有关的一些人物 结果被民进党找了一个理由退回 那对于这个情况 这个现象的话 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这个是民进党一贯的作风 他们希望任何东西都不可以有中国的符号 李登辉跟这个柯文哲跟蔡英文他们的家族 当年在日本时代 在战争末起是所谓的皇民 什么意思呢 因为日本人在统治台湾的时候 根本把台湾当作第三等人 第一等是日本人 第二等是琉球人 就是冲城人 第三等才是台湾人 他是有这种法律位阶 台湾人是没有公民权的 然后呢 到了战争末起 日本人眼见了要打输了 差不多1942年左右的时间 他就开始在台湾搞一个新的法律地位 叫什么叫皇民 你说你既不是台湾的岛人 你也不是我们日本人 但是你会有多一点权力 叫做皇民 就是你向日本天皇效忠的皇民 那当皇民是要有条件的哦 第一个你要改姓改名 都叫日本姓日本名 第二你全家要讲日语 第三个你不可以拜中国神 什么妈祖 官帝也都不能拜 要拜日本的奇奇怪怪什么大神 大神之类的 最后一个祖先牌位不能够放在厅堂 要拜什么 要拜日本天皇的祖先 换句话说改造成假的日本人 那这些人呢 做什么用 要当日本去侵略中国跟侵略东南亚的共犯 所以这些皇民通通是日本二次大战战争的共犯 要对日本天皇喊万岁的 那这些日本去登记当日本皇民 当时在台湾的人口有多少呢 那是六百万人口里面 有百分之二的人去登记成皇民 所以大概有十二万人 这些人都是大地主为主 或者跟日本有合作关系的 像李登辉爸爸是大地主 又兼什么 又兼这个日本警察 然后这个柯文哲的这个主妇是什么 是日本的都学兼大地主 那蔡英文呢 那爸爸更不用说了 是帮日本人到东北修飞机 那个飞机去轰炸中国大陆的 所以更是皇民中的皇民 那这一群皇民的后代子孙 当然不希望说他家里当皇民 服侍日本人这样的记录彰显出来 所以刻意把日本的东西都夸大 美化 把它神圣化 变得很光 很庄严盛大的样子 但是呢 反正是中国东西就把它打到底 所以很多的日本有关系的 有血缘关系的 有利益关系的 在台湾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他们准备走 当做未来准日本殖民地 办殖民地的方式 去搞台湾独立 所以我是觉得不能隆忍这一点的人 你们要站起来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点评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 客主 好的 谢谢贺南 自去年7月 福建向金门供水项目签约 同年10月 该项目正式动工建设后 目前福建方面陆地管道 已经完成80%的建设 6月24号上午 在近江围头 金门自大陆营水输水管工程 海底管道也正式动工 预计明年10月完成总体工程建设 实现通水目标 上午11点18分 明号挖掘机启动 意味着福建供水金门跨海管道 今日正式动工 福建供水金门工程 由龙湖取水泵站 陆地输水管道和跨海输水管道 三部分组成 其中跨海输水管道工程 包含近江至金门田谱跨海管线 金门岛上岸点 至填埔水库陆域管线 以及近江端流量寄进 海底管线 自近江金井海底住海点 至金门上岸点 全长约15983米 沿线最大水深达24米 这两岸通水了 我们从1992年就开始商谈 到现在整整20个人头 其中间啊 经过也很多荆棘啊 但我们两岸在不断的协商 还有商谈 因为希望能在明年10月份以前 按照我们的计划 如期的完工 在2018年延年份 正式可以使用大陆水 让金门乡亲 人和好水的美梦成真 福建供水金门工程 输水路线总长达到27.56千米 由两岸水利部门 共同开发建设 福建近江优质水源 经由近江金基兰河闸 引水至龙湖水库 经龙湖抽水泵站 抽水输水至围头入海点 再经海底管道输送至金门 如今福建供水金门工程 已进展到跨海管道建设 实现通水目标更进一步 水至水架 两岸双方已谈好 将大大改善金门缺水问题 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 德国黑森州某电影院 23号发生的惊险一幕 一名枪手挟持了数十名人质 并开枪扫射 遭特警击毙 现场无人受伤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出席在冲绳举行的 二战死难者悼念灵士 冲绳民众高喊滚回去 接下来我们进入热点快评环节 6月23号 一名男子携带一支枪和爆炸物 冲进了德国黑森州 菲恩海姆的一座影院内 挟持了数十名人质 并开枪扫射 影院内有观众趁机报警 随后黑森州特警赶往现场 采取行动将枪手击毙 据悉袭击者是一名 20岁左右的德国人 死于头部中的三枪 黑森州政府表示 无人因枪击受伤 但是有报道说 有多达50人 受到了警方释放的 催泪瓦斯的影响 并且被卷入该事件的人群当中 有儿童 其实大规模的枪击案 在德国是非常罕见的 只有在2002年和2009年 分别发生了 致死十多人的校园枪击案 此前一些欧美国家 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尤其是刚刚发生在美国 佛罗里达州 奥兰多夜总会的枪击案 引发了德国社会紧张 加之超过100万难民 近期抵达德国 有关影院枪击事件的报道 更加引起了德国人的不安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方面的消息 据环球时报援引日本媒体的报道 每年6月23号是纪念冲绳战役死难者的魏灵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当天出席了在冲绳举行的二战死难者悼念仪式 对冲绳民众宣称将减轻冲绳的美军基地负担 要求驻治美军整肃军纪保护冲绳民众利益 然而台下的冲绳民众却并不领情 当面怒斥安倍 认为其毫无诚意 甚至喊出了滚回去的口号 在基地搬迁问题悬而未决 驻治美军近期犯罪事件频发的背景下 冲绳民众的忍耐已经接近极限了 安倍本来是试图通过出席悼念仪式的方式来安抚民心 但是日本当局和冲绳地方之间围绕日美关系的意见鸿沟 依然看不到弥合的迹象 我们再来关注 据新华社报道 奥兰多枪击案发生八天后 美国参议院20号 未能通过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提交的控枪法案 而从当地时间22号中午11点30分开始 约100名美国民主党众议员 在众议院会议大厅静坐抗议 希望由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 同意就控枪法案投票 但是遭到议长共和党人保罗瑞安的拒绝 这一法案涉及加强购买枪支背景审查 和阻恶射恐分子构枪等 截止22号下午参与抗议的人数 已经扩展到了近200人 其中包括刚刚退出总统选举的民主党议员 伯尼桑德斯 以及最近通过冗长辩论 迫使参议院就控枪法案投票的克里斯莫菲等人 在国会外 纽约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支持的民间控枪组织 也发起了示威活动 在抗议持续了12个小时 入业之后 参与议员仍然拒绝离开国会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民主党总统竞选人 希拉里对于控枪活动表示赞许和支持 他们认为这是回应枪支暴力的有力之举 面对民主党人的控枪呼声 共和党人表示不会妥协 声称不能不通过正当法律程序 就剥夺宪法赋予人们的权利 并称这是民主党人在大选年做出的宣传噱头 感谢越华不修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接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可卓 在福州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顺亲如意 再会